台大火花手的教授 也是陳舍的社長 劉靜怡教授以言 謝謝 主席在場的先進 以及可能在場的一些老師 或者記者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我先做一點 就是說 個人相關資訊的自我揭露 我曾經審查過 依據九五課綱所編的 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 當過教科書審訓委員 我也參與過九九課綱 本來是九八課綱 後來因為 當時的教育部部長 鄭瑞成政務部長上任之後 好像其中有幾科有一些真理 所以他沿漏一年公布 所以 就變成大家今天所知道的九九課綱 也曾經參與過九九課綱的 所撰解教科書的部分 審定的過程 因為我印象中 好像是審到 法律內側的時候 教育部長決定不再續聘我 去審查 OK好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也許是一個湊牆 就發生了一些小小的糾紛 當時的教育書審定小組的召集人 詹茂貴教授就說 那他也不幹了 這樣子 所以他就跟著我走了 OK好 就整批人都走了 就換了一批人 那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問題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 個人的歷史經驗是 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相信你講的話 其實有一些是出於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不敢保證我講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公正的立場 我一定有我自己主觀的一切觀察 其實今年過年是一個非常忙的年 我出了晚上就被一個 法學界的同道教到台北來說 比如說那個高院在演五度五關 所以要趕快上來生員 大家都知道 OK好 上來之後呢 就有幾位公民老師就開始聯絡我 那有一些是我自己以前教過的學生 有一些呢 其實是在過去參與他們高中公民教育的建立 大家都知道其實高中公民教育開始納入一個 這個我們講說 非常正式的跟教育考試有關係的一個訓科 其實是從九五課剛開始 所以其實我們也花了很多力氣 到每個地方幫這些公民老師上課 那高中他們就說 新課剛應該怎麼教我 為什麼課本會寫成這樣子的人呢 那就也認識了一些人 就有些人跟我講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那專門會教授也跟我講說 是不是開年第一天他們要去教育部抗議 我們應該升任他們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那我其實以前在第一次被交到教育部去審查 教授出的時候 然後給我們厚厚一提的東西 國民館給我們厚厚一提的東西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規定 OK 然後就是剛剛幾位律師跟老師所講的 就是說 什麼東西一定要寫進去 然後如何如何 然後 會覺得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有夠無聊 OK好 老實講我是認為很無聊的 好 那為什麼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就是說 其實在我的概念裡面 我認為 最好是不要有課稿 老實講 如果真的要有的話 因為這涉及到教育的基本方向 考試的內容等等這些範圍 最好是考試的範圍 如果真的要有的話 那 對不起就是說 儘量讓它變成一個框架化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在制定課綱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小心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事實上不是每一個人 只關心他自己專業那個部分的課綱 事實上呢 我們也會同時去檢證其他分冊的 其他學科的老師 他在寫的那個課綱的時候 從不同的分科的觀點來看是怎麼樣 那比如說我自己其實除了 比較專注在法律那個部分之外 包括政治社會學那個部分 媒體那個部分 其實都有 都有花了一些力氣 那至於教科書審定 我覺得它其實就應該不是一個 一個意識形態的檢核 或者是標準答案的檢核 它其實呢 也應該檢樣朝向所謂低密度的審查 那樣子的方向去處理 所以我們曾經發生過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有露眼嗎 對 那你講吧 好沒關係 我們其實如果就是說對教科書送來 書上的教科書送來之後 我們審查之後給了意見 我們都會寫成書面意見 而且老實講 起碼我們那一組人寫的書面意見 其實是非常詳細的 不相信的話你們去問書上 那如果來來回歸幾次之後呢 這個好像溝通還是有點障礙 我們會請這個編者 就是寫教科書的人 來跟我們溝通 那有一些教科書這個編者呢 其實是像我們這種在學校教書的 但是他當然比我大派很多 那有一次就遇到一位教授 就說 就坐下來就很生氣 就跟我們說 我姓李 你知道我是誰嗎 OK 我們覺得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那 結果我隔壁坐了 台大法律系的禮貌 真老實 你看我都什麼都沒講 大家就開玩笑了 好 OK 尼泡師老師就 我心裡想 他大概 這個怒火中糟的程度比我嚴重 尼泡師就說 我也姓李 那你就知道我是誰嗎 哈哈 尼泡師老師會跟我一樣審定委員 所以就說 嗯 然後我就說 不要這樣 就說 緊張其實 我要講說 其實是有一個溝通過程的 OK 好 那 緊張想辦法把 就是說 緊張想辦法把 讓這整個工作 變成一個呢 我們都是在為這個國家的 所謂的基礎教育 的內容 來一起負責 OK 由下而上去形成共識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好 那 所以從這次的事件裡面 如果從 我是一個憲法學者 我從會問你來看 我覺得就是說 嗯 老子講蠻粗糙的 OK 不管他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是非常粗糙的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 你要說嚴肅 它非常非常的嚴肅 OK 我在參與 那個 整個課綱跟教科書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都常在問自己 說我到底是誰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也因為從那個過程裡面 看到就是說 整個有關於跟課綱跟教科書 相關的一些法治工作 我覺得其實是很疏鬆的 OK 法治的內容其實是非常疏鬆的 那 中間有非常非常多的模糊空間 我剛才又要一直開玩笑 我都不要生氣 好 其實是非常的模糊 OK 所以就會變成今天 教育部所說的就是說 我高地怎麼幹 你都可以 請講白一點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整個事情 它竟然涉及到一個 國家的教育高權 我們這樣講 國家的教育高權的行使 它同時也涉及到書商的 或者甚至教科書編載者的寫作自由 還有出版自由 然後也涉及到老師 在第一現場 我們常常喜歡講說 在第一現場的公民老師們 或者是其他科目的老師們 的教學自由 當然包括學生的受教的權利 那這麼複雜的一件事情 這麼複雜的一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在程序上面 在組織上面 都應該有比較清楚的 法律正當程序的界定 OK 那顯然是沒有的 到今天其實顯然是沒有的 剛剛幾位也做了非常多的分析 姑且不去管 就是說什麼什麼東西 柯剛的法律定性應該什麼 教科書審定就是如何如何 這可以討論非常多 可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我認為應該有的 剛剛周老師也談到的 很多的法律上面 應該提供的正當程序的保護 其實是遠遠不足的 是遠遠不足的 那所以才會變成 今天教育部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你可能會問說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正當程序保護 或者是這個法律保留 等等等等的這些問題 因為 所以 國家固然有他教育高層的權利 沒有錯 可是 沒有人有辦法確保 國家在行使教育高層的權利 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不出錯 我不知道大家聽得懂 來做什麼 所以你必須要用程序面 跟組織面的前置 或者是規範 來確保就是說 他的 他的 濫權的情況 是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OK 他的裁量的情況 是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免得呢 沒事呢 就影響到人民的權利 不管是 出版的自由 不管是寫作的自由 不管是 教育的權利 或者是受教育的權利 等等等等 那 整體來看 我覺得 目前從 不管是現有的高級中學法 職業練學校法 即將生效 我們法律越來越奇怪 定了之後 然後可以說 只生效幾條 哪些不生效 這樣 即將生效的 高級中等教育法 一些相關的規定 其實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從程序面 已經看得到 就是說 所以他課綱可以這樣子搞 比如說微調 其實這法律上面好像 並沒有微調這個用語 那就變成了 變成了 國家高權 他呢 在他的 這個 可裁量的範圍之內 可以去 上下其手的一個東西 教育部 在提出來的 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有做了一個新聞稿 提出來的辯解裡面 他說呢 他是用 他是用 限流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的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去 這個 這個 去 為這個 檢核小組 來 取得一個法律基礎 那 這個法律基礎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中央行政主 機關組織基礎法 二十八條裡面 有說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 有一個任務編組 那其實 你作為一個人民 你就會問 就是說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那 任務編組 OK 就算在組織法上面 是有依據的 那任務編組的這些人 到底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OK 他可不可以做到今天的這個 所謂的微調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他不制定一個新課綱 而用微調 OK 好 那 是不是以後 如果說這樣的講法 這樣的說法 是行得通的話 那是不是以後 任何一個課綱 OK 不管是誰執政的時候的課綱 只要他覺得有必要 他都可以有個任務編組出現 不管今天叫檢核小組 今天叫什麼小組 華類伯人隨他講嘛 對不對 OK 那 然後他都可以來做 今天的這種所謂的 真理性很大的工作 其實你如果問我說 公民課綱裡面有沒有很大的調整 其實我仔細看一下 其實調整並不大 但是調整的地方其實都蠻好笑的 OK 就是說調整的地方都蠻好笑的 他都沒去看對不對 他沒去看不行啊 要去看啊 不去看怎麼天罵人家 比如說第一冊裡面的單元一 談自我社會與文化的那個部分 主題二人體關係與奮進 談到家族的那個部分 其實那個地方是要談 既然是談人體關係與奮進 其實在社會學的知識脈絡裡面 是要去談家人跟同儕的關係 可是在這裡他很好玩 他特別加上一個家族的關係 OK 就微調之後的新課 剛剛加上一個家族的關係 然後中間還加了一個次內容 就是說 必須要你課本去寫 家族的意義及其現代發展 然後在說明裡面特別講說 要介紹家族的形成 以及他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 OK 以及說明隨著多世紀工藏業的發展 從傳統家族雖然逐漸視為 但是對於祖先的崇敬 對於父母親長的孝順 與親族的凝聚 仍然是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價值與力量 OK 好 我心裡兩人根本誤解了這個單元兩學生 好 法律的部分 再舉一個例子 法律部分 在異修的這個部分 幾乎一個字都沒有改 OK 因為他也改不了 為什麼他沒有改不了 因為寫的實在是非常的橫平 所以其實是改不了的 那很好玩的是 其實我們在做九五課綱的時候 九九課綱的時候 有沒有怎麼去改九五課綱 九五是林子儀跟徐忠麗寫的 OK 那我們就做了一些調整 還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跟知識脈絡不太清楚的地方 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 那他也沒改 但是他改了一個什麼東西呢 我覺得非常好玩 OK 一定要講給大家聽一下 給我一點時間 在選修的部分 講到憲法與釋憲制度 OK 然後我寫得很橫平 並沒有什麼 OK 好 結果呢 他硬是要加上一個東西 加上呢 這個在釋憲制度那個地方呢 特別說明說要書上去學什麼呢 某一個法律 是不是違反憲政價值的惡法 在憲政制度上 是交由大法官會議來決定 好 這我看起來 這在知識上面犯了兩個錯誤 意思就是說 我認為他把對的東西改成錯了 OK 我本來完全沒有寫這一段 其實就是要大家 去交給高中生 什麼叫做釋憲 釋憲制度是什麼 釋憲制度 為什麼是對於人民的 這個基本權利跟先生價值的保障 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來講這個東西 他說 是不是惡法 OK 要由大法官來決定 那惡法是不是由大法官來決定 這個在知識論上 本來就可以有很大的討論 如果是自然法的觀點 當然就不是這個樣子 OK 他就說 要由大法官來決定 而且他還把大法官講成大法官會議 可是大家如果 如果有唸過書的話 應該知道這個有點不好笑了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大法官會議了 是吧 好 我們現在沒有大法官會議了 你去看看大法官那些審理吧 去看看司法認準之法 真是沒有 好 那你為什麼把錯誤的知識放進來 OK 好 那 所以我才說 所有的正當程序 其實是為了要確保 教育高權的正確形成 你如果問我說 那又怎麼樣 你不要說是柯剛寫異也是可以 老實講呢 我以前在當審定委員的時候 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說 讓教科書審查不通過 OK 好 因為你如果沒有真正錯誤的地方 我會叫他要去改 他還是有相當多的審查自由 可是 可是審定辦法裡面的確有規定說 審定辦法 就新的審定辦法第十六條 其實這一條在舊的審定辦法也有 他說 他說 申請人 申請人就是 教科書書商 簡單講 申請審定的人 申請人不得以未經審定之書稿 提供學校作為選用教科書之用 OK 好 那他的授權依據 是從高級中等教育法的四十八條第二項來的 那 這條其實很模糊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說 你的教科書如果還沒有成法通過 你呢 不可以呢 就拿去學校裡面 給老師做評比 呃 參考 然後 也不可以 拿來做 教科書 OK 還是說呢 你如果沒有拿到審定執照 呃 基本上呢 你就不得上市 還是怎麼樣 OK 還是說 你沒有拿到審定執照 你還是可以上市 但是呢 只是 呃 人家不會選你 OK 就是說 這中間可能涉及到的到底是什麼樣的權利義務關係 其實並沒有講清楚 是不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呃 原來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八條第二項的授權 有沒有授權到說 呃 因為他在講的是程序啊等等這些東西 有沒有授權到說 呃 你沒有拿到審定執照 你就 你就完蛋 假白一點 這個樣子 好 那如果是 但是事實上絕對會完蛋 沒有解這個意思嗎 因為你就不得選用 未經審定的 就 你不得提供嘛 你懂我意思嗎 你是書商 你不得提供 未經審定的書稿 給高中老師 給高中作為教科書之用 那即使老師想要用你的書 也會因為這個 沒有辦法選用 因為就是沒有 就是攻擊面就沒有了 OK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能夠說這樣的事情不嚴重嗎 然後你可以說 課綱的正確性 我們不要講說價值傳達的正確性 其實在知識傳達的正確性上面 我們以公民來講 我一直認為公民 這門科目 其實呢 他有幾個層次 一個是要傳達知識性的東西 OK 第二個其實是價值的傳達 OK 第三個 他其實是讓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整果分際 所以呢 他事實上是一個 所謂的情意的傳達 其實是幫助 青少年成長的 那個所謂的 情意教育的那個部分 那你可以說價值的傳達 你有版本的正確 你可以說 情意的傳達 有各種不同的approach 但是呢 知識他有一定的正確性 OK 比如說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那所以 這個事情其實我覺得 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是應該嚴肅的 嚴肅的去看待他 我思念好像道歸 OK 好 那我想今天我們來看看 教育部的說明 大家有看過他的說明嗎 就是說 因為外面很多人在罵他們 所以他們就很不爽 就有一個新聞稿 這個來回覆 第一個當然就講 就是說他在為所謂的 一個檢核工作小組的組織定位 來這個澄清 那我認為其實這個說明其實是 沒有辦法說服我了 那第二個他在講說 大家都說呢 這個 他的法律授權依據是有問題的 那他說沒有 OK 他說沒有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我覺得他一直講說 我有政務編組 然後呢 我有中央組織基準法 大概這兩者他都這樣子說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可以用中央組織基準法的 政務編組 以及國教院的他本身的 組織法的規定 來反推說 我去做 我透過這樣子的組織 來做出來對人民的這個 權利義務的關係呢 其實造成重大影響的 這樣子的一個課剛內容的話 老子說我沒有辦法被說服 那他說呢 他不是由上而下 而是由下而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其實你只要從事實 事實面來看 你就知道他在互扯 他在互扯 或許可以講說 生物 自然 數學 先前所做的那些微調 也許真的是自下而上 我的理解程序也比 歷史跟社會 跟公民要來得好得多 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其他科目 正當程序的保護 可以做到那個樣子 那為什麼呢 不是每一個科目都有辦法做得到 這個其實他必須要講清楚 這件事情 他不可以講說 我呢 啟動這個程序 已經啟動半年一年了 OK 但是呢 你啟動半年一年 那個程序其實是 你在為別的 這個課綱啟動的程序啊 不是又為了這個科目的 課綱啟動程序啊 那更何況就是說 呃 微調這件事情是 老實講 以前在歷史上 從來沒有聽過 OK 起碼 以我短淺的參與歷史 其實我從來沒有聽過 那 呃 所以 如果 如果問我說該怎麼辦 如果 大家覺得在 法律上值得去打一場仗 那當然 其實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 呃 台灣的法治歷史上面 會有很大的意義 就像那天 呃 公民老師們 有幾位公民老師問我說 是不是應該做什麼 什麼事情 那我的回答其實是一樣 因為你們是公民老師 那今天政府做的事情呢 其實是 完全抵觸了 你們呢 在課堂上 應該要去傳達 應該去實踐 這個基本價值 跟 知識 OK 所以呢 你們應該去做 那 可是不能強迫任何人去做 而且你們去做的話 你們應該保持你們的主體性 OK 好 那 呃 這在台灣的法治歷史上面 會有意義 所以如果想要打一場法律仗 其實應該去做 呃 可是我覺得可能更根本的問題是 其實剛剛 呃 法治要求 其實 可能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比整個法治國家 應該有的那些 這個程序保障 跟組織上面的 正當性的要求 可能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呃 教育高權它 當然是很重要 那可是 我們顯然 歷史經驗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國家教育高權 其實滿喜歡亂搞的 OK 好 那到底該怎麼辦 這恐怕大家必須要好好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長遠其實呢 應該去做一些事情 來改正它的地方 好 謝謝大家